大兄姊妹,平安,我是黄稳全道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18-31节 这一章的开始是讲及以色列文被老到巴比伦的日子已经缓了 上帝赛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预备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 是带有安慰的信息 到今天我们所读的部分,主要是描述上帝是创造者 讲述他的伟大和能力 经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18-20节 讲及人手所做的偶像是无法与上帝相比的 作者用一个问句作开始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带出当时的以色列人竟然够胆以人手铸造的偶像来取代上帝 我们都记得十界里面讲过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 因此,百姓做的就是本来上帝所禁止的事 接着作者更加描述一些製造偶像的细节 这里特别讲到製造者是像人,而不是上帝 另外,他们所选用的物料也都有差异 有些是金银,有些是木头 只是基于他们是富有,还是穷佛 直接导出了偶像的无能 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办法操控 如果人要将偶像取代上帝这个真正的创造者 实在太令人可笑了 第二部分是21-24节 作者再次用文具作为开始 带出耶和华才是全地上的主 一切君王、审判君等等都无办法跟上帝相比 上帝是坐在整个地球之上 比一切都要大 而居民即是世人 在上帝眼中不过世小如蝗虫 在人眼中有聪明和能力的君王和审判君 上帝只要吹一口气就能够将他们吹散 使他们好像花草一样丢借 上帝的能力就是这么大 他能够使得有能者都瞬间变为虚无 第三部分是25-26节 作者用圣者来称呼上帝 这一次虽然同系以问句再开始 不过发问的是上帝自己 作者直接吩咐以色列文去看一下天下万丈 去拆看上帝的创造 再次确认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 也都增加以色列文对上帝的信心 上帝不单止伟大 他更加很细心 他似给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名 更加一一清其名 而且一个也不缺 最后是27-31节 这个小段是一首哀歌 百姓埋怨和侦问上帝 觉得上帝不理会不关心他们 不过经文里面描述上帝为永在的 创造地极的 而人是疲乏和软弱的 这里一方面表达出上帝和人的区别 就是创造主和被造物的不同 另一方面带出 正正因为受造物是有限的 我们更加要等候和仰望 这位次能力的上帝 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它不困倦 行走 它不疲乏 鹰本身是一种飞得高 飞得远的动物 识经学者对这一句的 其中一个解释是 蔡英在等候着 掌出刺旁的羽毛 有日可以展翅高飞 这段经文 除了鼓励以色列文 不要再看人手所做的偶像 不要再拿地上的人和物 去和上帝比较之外 也是安慰他们 在回归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上帝必定同在和赐予能力 使得他们不再疲乏和困倦 但愿同时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激励 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里面遇上难痕的路 感到软弱无力 我们要首先知道的是 人本身有限和无能 唯有放下自己 将眼光定睁在全能的上帝里面 学习等候和仰望 就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慈爱 公义 全能的父上帝 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时刻的看顾和保护 求你帮助我们 在每一日都会学习仰望你 求你经过我们的信心 坚定相信你的带领 愿你的话语 事常成为我们的提醒 更新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每天的盼望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